哈囉大家好我是BeeFly好久不見的各位來吧 我們這邊呢再來給他看一下最近地雷的一個問題 對他已經寫在公告裡面了 地雷竟然是吃得到軍裂效果的 不過這會改版啦 那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那這個時候呢其實我持續去測過啦 確實他會吃到軍裂的效果 如果是%傷的話呢 他會直接那個數值再給他乘於幾倍 很像是地雷 假設我這邊6%好了 然後我的軍裂可以乘到7.5的話 可以乘到2.5倍的話 會變成6x2.5會來到15%的傷害 可是他還是最大血量的 所以說如果直接換成地雷工場的話 就會變成另外一回事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他真的要玩的話 也是要玩主動的地雷 然後把雪球拿掉換成軍裂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那樣拍下去的話 可能會拍太久 我們就來看看PVP的部分吧 那有人會說 那為什麼不在你剛剛那支影片的狀況 把那個某一顆骰子換成軍裂呢 其實我在剛那支影片的時候已經有講過 基本上沒有一顆骰子可以換掉 唯一能換掉的是交換 可是你要把交換換掉 這整個隊伍就完完全全不成立了 所以說不太可能 除非說未來的聖劍有機會改版 或是說有一顆骰子 可以同時具備打趴傷 跟打血量的狀況 不然的話應該是沒有辦法 可是軍裂這個東西 在下次就已經要改版了 所以說只能現在拍 所以最近的RD的片量會比較多一點點 好啦那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PVP的狀況吧 我們一樣還是用上原子地雷 那這個時候就把最後一顆給他換成了軍裂 那這樣的話可以想像得到 我們的地雷傷害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噁心 只要場上有一顆軍裂在全場的傷害 都會變到乘以2.5倍 而且都是趴傷 就連地雷工廠的損失血量都會變2.5倍 代表說如果今天12%的2.5倍是來到了30% 所以說我只要原子血個幾下 基本上所有小兵都死掉 對只要我有辦法DH1兵等 所以我會覺得目前這個隊伍會有一點噁心 然後對面呢是被我抓過來也來測試一下的 順便來感受一下哪一個地圖比較香 那總體而言呢我覺得都不錯啦 可能是我們兩個隊伍都玩的不是很熟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很早很早就倒了 但是整體而言我覺得都還是差不多 而且是非常非常過分的 我今天用上軍裂的話呢 就代表說我以損失血量會變成60% 代表說我只要損個兩下 我只要原子鎖個三到四下 可能就已經可以 就可以直接把小兵給秒掉了 只要靠著地雷工廠 但是這個隊伍還是一樣啊 要吃他的位子啊 如果我前面沒有原子的話就會變得非常非常尷尬 然後如果地雷不夠多的話呢 也會有一點點的尷尬 因為畢竟要靠著地雷的地雷工廠去把他跑得快打掉 還是跑得快有那麼一點點的麻煩 如果今天跑得快 他沒有那麼危險的話 我覺得這個隊伍會非常非常噁心 所以說如果要土地雷跑得快的話 我覺得可能還是要配上地獄啦 雖然說這是一個BUG般的存在 但是我總覺得他目前是沒有用無之地的 硬要說的話是有啦 就是手動地雷走遠的情況 但是我覺得那個隊伍 我們早一天時間再來給他感受一下 不然的話現在玩下去我可能 我們先來拍個那個掛機的隊伍就好了 不然的話這要掛下去感覺很遠 反正這也是不實用的隊伍嘛 神雷嘛對不對 雖然說比地雷再更噁心一點點 俊烈神雷 好啦不管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到第四回合啦 那我們整體而言呢 兩邊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就是讓前面有個高星的原子 後面呢盡量都是地雷就好 剩下就靠賭博去 賭博就OK 然後呢能省錢則省錢 那兩邊都這樣搞的話呢 兩邊的錢都會非常非常的少 可以看到我現在到第四回合 我都看到了三十幾顆 然後呢我現在錢只剩下五百多塊 真的是窮到一個爆炸 那我的軍列的話 大家都知道要越高星越好 因為他的星數是疊加上去的 我現在是4.4%嘛 我今天七星的話呢 就會直接疊到七四二十八 欸是這樣算沒錯 我怎麼有點忘記 七四二十八 然後加上後面 二十八加二點八 所以是三十趴 然後再加上那個後面的五趴 然後乘以四次 所以來到五十趴 五十趴又可以疊三層 所以變成一百五十趴 整個就是非常非常過分 好啦那我們現在到第五回合了 這個時候我覺得可能限 極限也就是卡在於錢 如果我的錢到底了 代表說我也要崩掉了 但是我總覺得要到底而言 可能對方不會先被窮死 假設對面是需要錢的 好啦只不過還沒有試過這個隊伍 打到十五回合之後 怎麼樣的狀況啊 那我還是蠻期待那個傳說中 可以改變時代的隊伍出現啦 說不定早就已經出現了 只不過我一直視而不見而已 你知道嗎 好啦現在到第五回合了 這個時候其實我也想到一些東西 或許他可以把王給秒殺在最前面 只不過那個隊伍要算得非常好 然後我的前面一定要有一個高星的原子 才可以我這個位置都不行 我一定要在最前面最前面 左下角的二星地雷那個地方 有一個高星原子 或許就可以直接把王給秒掉 對 因為我自己是秒掉過一次 那感覺就 唉唷原來啊這個狀況是可以秒王的 那如果今天可以秒王的話 那這個隊伍就很可不一般的你知道 好啦現在到第六回合了 我這邊已經不小心給他進去一隻了 沒錯就是那個該死的跑快 那上一回就進去了吧 算了沒關係 我們就只是盡量在做原本應該做的事情 只不過我不知道這個隊伍有點尷尬 就是如果今天你在選擇王的時候 就是當我打完第六關 然後到時候打第一關的時候 會有一個選王的階段 結果這個階段呢 你是沒有辦法操作地雷的 假設那時候你剛好用紅雷把王給撞死了 結果你來不及切毀了 他就會一直往前走 會有點尷尬 但是其實影響也還好 好啦我們可以看到第六回合的情況 可以看到對 他完全沒有放到技能 可是這應該也是空虛的關係啦 但是如果今天我的原子位置更好的話 感覺是不需要空虛就可以把王給秒殺 那如果每一次都這樣子的話 其實這個隊伍會變得非常非常噁心 因為小兵不用怕 王也不用怕 那不就是等於無敵的嗎 好啦現在到第七回合了 那對面狀況也走進去了一顆 其實兩邊狀況我總覺得差不多啦 只不過對面的緩速更像一點點 但是他對面有說他自己是 因為都長不出一個高星的地雷 但是我總覺得地雷跟他的 地雷工廠的趴傷很像沒有差別對不對 他只是顏色來告訴你而已 所以不管怎樣 就算是一星也是來到7%對不對 只不過我的星數越高 他下的地雷時間會越高 但是他沒有去講 有一點點可惜 不然的話我星數高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我不是很懂啦 然後現在到第七回合了 對面直接秒帶我這邊拖了一下 不過也沒有關係 反正獅王只會轉而已 那我盡量把地雷放到前面 這樣的話炸會炸得比較香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樣做是不是很好 我覺得地雷放在後面會比較好一些 這是我現在的想法 我在玩的時候我沒有想那麼多 地雷放在後面就是為了阻止跑得快 因為如果全部地雷都在前面的話 雖然前面的怪物血量會血量很少 但是他不會因為軍獵的關係 就把王給秒掉 把小兵給秒掉 如果他會的話就很像了 但是不會 欸現實就是不會 就算我今天乘以2的話 只有損失 以損失血量的趴傷 才有機會把王給秒掉 不然的話我的趴傷再強再加倍 他還是沒有辦法打掉一隻 就總覺得有點可憐 雖然他有最低傷害是800D 但是你要從十幾萬血到800 還是有一定的程度 除非你今天要勝戰 然後這邊的話我有點尷尬了 因為他把我的軍獵給他合成了 導致我現在就完全沒有軍獵 但是實際上可以感受一下 他就算沒有軍獵的狀況還是一樣 欸非常非常的噁心 就知道這個隊伍的潛力 到底有多麼多麼大你知道嗎 軍獵根本就不是這個隊伍的重點 所以我總覺得核彈 不是不是核彈 那個地獄我就會比較想念 只不過地獄的話呢 就真的要拿來配上咱們的原子 地雷的話因為他不會攻擊 所以就沒有任何的意義 好啦跑得快要過來了 但是沒關係我現在有個七星一個六星 你不管怎麼抓你的血量 你絕對會低於90% 欸算90%就好了 你絕對會往生 好啦現在到第九回合了 對面也剩下最後一個 可是對面有一點點的尷尬 他沒有給他走進去 完了直接給他進去了 他的表情給他丟出來差一點點 好啦有一點可惜 不過沒關係啦 至少讓我們嘗試一下這個隊伍 有點可惜 我真心覺得 其實軍獵讓趴傷給他吃到 我覺得不會怎麼樣 總覺得未來這個東西應該會改版 反正只要是當前血量的趴傷 都可以吃到軍獵 也不會讓軍獵變 也不會讓當前血量的趴傷變多強 但如果是以損失血量的趴傷吃到軍獵的話 那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事件 或是說那個最大血量也是一樣 OK好啦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全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跟我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常出現就是了 還有3 2 按讚 5 2